慕尤丁女婿跑路到国外找不到人 反弹会要找你 搭着青莲牌出击抢占马来市场的国盟领袖 也涉及所谓的裙带关系 让官二代中保私囊 而且这个关键人物还搞失踪 周选现在风风火火 敌对阵营的领袖 当然要趁机提醒一下慕尤丁 要出来交代清楚 如果真的无辜 为什么要跑路呢 Menantu Tan Sri Muhyiddin telah melarikan diri Ya, melarikan diri Lari Kalau berani, kenapa lari? Kalau tak bersalah, kenapa hilangkan diri? Tampil lah Tan Sri Muhyiddin kena jawab perkara ni Mana menantu dia Boleh tak kamu sebut? Kamu tak buat apa-apa Kayakan kontrak anak kamu Menantu kamu Kamu cakap bersih Ada orang mula Ya, betul Tan Sri bersih 首先安华讲到慕尤丁 讲到琪琪上脸 会声会影 连头发都没时间好好整理一下 慕尤丁变成国门法庭帮的创始成员 开山鼻祖之后 虽然他精心打造的青莲Berset人设 没有瞬间崩盘 但涉及滥权的指控 如今也成了西蒙国阵领袖演讲的 黑材料之一 而就在周选投票日 倒数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刻 反贪会周一下午 出其不利刊登一则 寻人启事 要找两个男子 不说不知道 认真查 才发现案情不单纯 原来其中一位名叫阿德兰的男子 正是前首相慕尤丁的宝贝尔婿 反贪会要找的这两个人 是为了协助调查 一起涉及贪污滥权的案件 他们分别在今年5月17号 及21号离开马来西亚之后 就忘了回来 反贪会说 两人至今还没有回国的记录 而通讯部长法米同一晚上 在巴胜一场竞选活动上 就公开向沐流丁喊话 要求对方回应这起事件 他指出 身为前首相 不应该保持沉默 应该要立即做出解释 并且告知反贪会 他的女婿目前所在的位置 反贪会目前着手调查的这起案件 相信是沐流丁在任相期间 以私涉及滥权 把一项合约颁给 女婿相关的IT系统公司有关 这名女婿怀疑在国会被冻结期间 获得国家综合移民系统项目 NICE价值11亿令吉的项目合约 内容涉及外劳登记 招聘和生物识别存储 面对这样的指控 沐流丁当时是全盘否认 强调采购的程序 都是在财政部和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 还反过来指责这些指控 都是团结政府的恶意诽谤 但对于这次反贪会发出的寻人启示 作为岳父的慕游丁 结告不止还没有任何的诡异 你是怎么看待这次慕游丁的 落跑女婿案件呢 欢迎留言交流 最后也记得按赞并分享这支影片 也要订阅并关注热电话说 一起关注周选的大小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